新北市的卢州在昨天一家铁工厂发生了大火 不但两百坪的厂房是复之一具 其中呢女会计不幸当场被烧死 尤其她儿子今天还要参加大考思者丈夫非常的难过 最新的画面跟新闻我们赶快连线记者杨荣告诉我们 好主播新北市卢州区呢一间铁工厂呢 在昨天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发生火警 那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个会计师呢 因为逃生不及当场被烧死 那家属听到二号呢赶到现场也非常难过 你可以看到现在外面工厂外面还围着封锁线 那工厂里面一片焦黑铁壁屋的天花板也七零八落 铁梁杆也被烧得扭曲变形 那这个工厂老板呢现在还在外面等待检查官到现场来勘验 那我们来听稍早老板的访问 其实啊看到那边有火已经火烧起来就在喊 喊我就电话 我是想一直那时候没及时把它挂电就收到完毕 然后出来就哇活得很大了 那老板之后呢也赶快通知死者家属 那死者家属赶到现场呢非常难过几乎要昏厥了 那那个灵性女子的丈夫在现场也不知所措 因为他完全不敢将这个二号告诉儿子 因为他的儿子隔天还要参加大学指考 那相方局表示呢不排除这场火灾是因为电线走火导致的 那真正的火灾原因呢还要深入调查 以上现场这些状况将静同交给棚内 好的确是这起火警怎么烧起来的 而且还有人在里面居然烧起来 也没有人后来才知道最新状况 待会我们都会告诉您